開 西 今天呢 要來試玩的是這一款慶余年 來看一下創角色的部分 好捏一個女孩子好了 細節訂製裡面 我沒有想到有這麼多的 小細節可以去調整哎 我喜歡 好這種好了服裝的話 我們可以稍微看一下哦 這一套可以 這套可以 這邊還有配飾啊 配飾我們先先不用好了 然後呢再來看到臉部 我喜歡這個 下巴比較尖一點的 女孩子的鼻子是很重要的 這個鼻孔有點大 小鼻子 這裡還有一個 隨機可以去做定製 就先來一個隨機造型 然後我們看一下下一步 他這個臉型還可以細到這一種地步啊 哇他整個他整個就是 因簡單來說呢 我們幾乎就是一個整形的這個醫師 就全部都可以慢慢的捏 然後都可以去調整他的這個大小哎 鼻子他也可以非常的細微做前後 有沒有 這鼻子大大的 我他還有他光鼻子就有這個鼻翼 鼻頭鼻尖鼻底 哇塞 大家自己來遊玩的時候呢 可以再捏的更細一點 然後呢名字就來一個 隨機好了他這邊有分金 水火 然後我們可以哦 這個是只有男性玩家可以使用的武器 還有遠程 木 晴根棍呢 他是屬於有性別限制的 慶雲年呢 比較特別的地方 他就是有這個雙職業的系統 這個遊戲比較自由一點 組合搭配非常的多 金加木的組合 就可以讓這個目標無法獲得治療 金加火的組合就可以減速被標記的目標 讓他無法翻滾 那我們就先選擇雙劍吧 創刃一下 ok 沒問題 現在呢 用我們這一隻叫做狂暴司馬劍 來體驗一下跟介紹一下這個遊戲 慶雲年呢 他遊戲前期的劇情呢 跟這個戲劇的第一季呢 是一模一樣的 後續呢 他還有一些沒有公開的劇情 所以如果你有喜歡原作的話呢 就可以好好期待一下 我們來玩這個PVP的部分好了 先來一下這個個人的匹配 技能都已經擺好了 哎呦哎呦哎呦 我們先召喚一下 然後他下面有分這個 輔助技能跟這個控制技能跟輸出 我怎麼感覺對手有點厲害啊 先開一下霸體然後把它控制住 好暫時的戰術先信的先繞跑一下 然後做個輸出 有有有有 他快被我帶走了 這邊還可以開一個這個 大招啊把它給 我差一滴 差一滴 我差一滴 把他給解決了 把他給解決了 差一點點 哇塞 差一滴血我就輸了 非常的刺激 差一滴我就要輸了 這邊現實呢 每一個都是有給非常豐富的獎勵 還有必做都告訴你必做了 基本上每一天這些東西就是要必做的啦 必做的這邊有一個叫做 情報部 這個的玩法呢 就是協助監察院 要捉拿在各國中 禍害人民的犯人或是劫匪 那你要透過收集情報 或是說這一有一些民眾 他的描述啊 像這些犯人 捉拿歸案 協助監察院守護慶國的和平 情報部的這地方呢 你可以在這邊看到很多神秘的勢力 如果你對劇情有興趣 你可以除了有補充劇情呢 可以讓大家更了解這個世界觀 而且呢 他的故事也是非常有趣的 我們來玩第三章 炎望炎 如果你嫌這個劇情 你不喜歡 或是說你是比較一個急性質的 你可以跳過也沒有關係 或者是呢 我們這個比較懶惰 我們就可以按這個播放 好 然後呢 我知道了 我立即動身 全空式打探 ok 他其實是真的有一個 很認真的劇情 好我們看一下哦 呃 有事拜見 顧妄言顧大俠 妖魔妖魔束手就擒 嗯幹嘛 哎 他一言不合直接開扁哎 讓他知道一下我的厲害 好不好 ok 絕風 到底 好我們跟他對話一下 罪過罪過打不過我們 就說罪過罪過 啊 ok 情報的第一張 而目前是照這樣子 第一張 密函 第二張 第三張 然後呢 最後一張就到了這個 顧妄言 然後呢 都可以得到一些獎勵 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部分 幫派的系統 那我這個幫派呢叫做狂暴之徒 幫主就是我本人 幫派遷到 好就可以獲得這個貢獻 還有這個幫派的資金 遷到以外呢 還有這個幫派的捐獻 點在這邊 幫派活動 幫派戰呢 是慶雲年非常大的特色 這邊有這個指揮麥 代表你是可以溝通的 這個活動呢 他有說是非常依賴指揮的 推薦大家呢 可以加入幫派群僚 勾火夜化 8點半到8點40 你的工會的成員 可以到一個地方 然後呢 就可以在這邊掛機 獲得這個收益 這個到說開服的話呢 像這種有指揮麥的呢 我肯定一定會玩這個幫派的系統 這邊還有這個幫派福利啊 幫派禮包 可以去這個兌換 然後他消耗這個幫共 他五分鐘可以換一個 商店裡面呢 也是有很多東西 可以讓大家來兌換 我這邊還有這個幫派委託 跟這個幫派傳攻 每天可以被傳攻兩次 雙方就可以獲得這個獎勵 有興趣的玩家呢 如果到時候開服呢 你們可以來加入我的幫派 可以來跟我傳攻一下 那在這邊提醒大家一下 如果觀眾呢 想要玩的話呢 要記得去預約網預約 現在呢加入限量精英封測 8月10號開啟 總共是限量3000人 先搶先贏 所以如果你有興趣的這個玩家們呢 要快哦 預約會送獎勵 雙平臺下載 獎勵呢會送五足小夥伴 活動網頁預約 獎勵呢就會送這個 背式天龍弦月刀 或者是說這個 狹隱圓禁劍 造型呢就是二選一 就是可以讓你們自己去選擇一下 工會達標100人 會送這個飯賢 或者是這個零碗兒的這個同款時裝 趕快先選好想要加入的工會 這樣子就沒問題啦 那可以跟大家說一下 我覺得 慶雲年手遊呢 他的遊玩體驗我覺得還蠻好的 畫質的部分很明顯哦 他有大幅的提升 看起來也非常的細緻 重點就是我自己是比較在意這個PK的部分 PK的流暢度是非常流暢 他的爽感也是前所未見 是讓我非常印象深刻的 原廠呢他也研發了大約是兩年 品質上呢當然是沒話說啊 有興趣的玩家真的是可以來體驗一下看看 他的捏角呢是非常的細緻 你看他臉部的細微呢 都可以慢慢的一一做調整 再來他PK又很流暢 很有自由性的這個MMO手遊啊 所以可以來推薦大家來遊玩這款 慶雲年手遊 讚